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我的极限生存第八集 我已经把家搬到这边来了 现在准备一下做刷屎机的材料 嗯,还要一些岩石呢 那就做个自动熔炼炉吧 这个迟早都是要做的 我不习惯把箱子埋在土里,就放在这上面 这拿东西也方便是不是 好了,焦黑了,现在睡个觉 把岩石块烧上,然后继续做刷屎机的材料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终于把材料准备好了 还准备了两个火箭背包,修理台也做好了 把床带上,干活了 就从这里往上搭 哎嘛,还知道到233层 土块石块都没了 我的天哪,谁有药啊 这粗心的药 没办法,我正好把东西放好 再做了几把金告去挖石头 就从这里开始,正好可以挖个牛圈 这是第40层 我用了脑教授的角色 虽然没有粒粒块,但是 看到没,它能抱钻石 不过这个几率特别特别小 我都用算了四把金告 它才给我抱了两个钻石 岩石块应该够了 接着剑刷屎机 240层已经到了 搭个平台 好了,这个平台够大的了 然后在左边放一排两格高 十格宽的岩石块 一边空一格 中间放八个金堂皇 底下垫一格起来 释放电能增幅器和电线的地方 但是电能增幅器这里 不能像以前一样打两下了 一次都不用打 因为我不打算用棒棒糖了 那个坏了修都修不好 哎呀,我又忘了拿扳手 哎,我本来是打算用木质按钮 再用搬手打一下的 哎,现在 哎,睡觉睡觉 还是先做个棒棒糖吧 哎,没啥用 哎,还是这种开玩意好用啊 算了,先放在这里 然后把这里下围起来 棒棒糖吃了多余的 然后这边呢 还是跟以前一样做 搭个三个框在平台 然后围两格高 这边也围两格高 然后在三个框在那边 靠着金堂皇搭一排半转 现在就可以放水和岩浆了 我得先下去做个无限水 水呢,就放在有半砖的这一边 我还是先放岩浆吧 想刷岩石块还是岩石 关键就在这里了 想刷岩石块呢 你就填一排起来 想刷岩石呢 你就把这两排都填起来 我现在先刷一会岩石块 所以我这填了一排 这会儿打水就方便了 这么多的空桶 把这里填满 好了,我现在还是要回去拿搬手 要不然没办法试呀 现在把开关装上 再用搬手打一下 这个哪个开关可以控制它的 现在上去看看 你瞧,多完美呀 现在刷的就是岩石块了 下一集再做收集装置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评论 收藏加点赞咯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